好我們來看看一個練習 這是個簡單課本習題嘛 所以就是一個簡單的題目 他說這有個腳踏車兩個人騎 然後有時間跟位置的關係的乳表所示 然後呢 第一個問題 誰騎得比較快 誰騎得比較快 這個應該看表就知道了 誰騎得比較快咧 哪一位大哥騎得比較快咧 這個叫做11 711 起來 起來 五百句 來 什麼像的 蛤 你不會念那個字有什麼像喔 哈哈 請坐 哇你還真的不會念喔 這真的也太賴了吧 這個是念旭 旭日東升的旭 什麼翔的 好 好 好 表中 同樣的時間 比如說1秒 驗光走到4 續翔走到5 同樣時間 續翔走得比較遠 這個同樣1秒鐘 一個走4 一個走5 所以呢 續翔騎得比較快 所以答案續翔 有一個 第二個 請問你5秒鐘 他要你求平均的 5秒 請問他走多快 這個簡單的代公式就解決了 簡單的代公式就解決了 請問你 電光大哥 好的有多快喔 NO.7 喔 偷火喔 多快 好 好 講清楚 4公尺每秒 4公尺每秒 我們通常念每秒4公尺 請坐 沒關係啦 那個英文是 英文就是4公尺每秒沒錯 好 然後呢 還少一次 因為我問的是什麼東西 速度 所以要講什麼 方向 要講方向 所以每秒4公尺 向東 那同理 那續翔大哥 的平均速度多少 我換我換我換 我換我換 我換我換 我換我換我換 每秒4公尺向東 16 每秒5公尺 每秒5喔 5公尺喔 你要講每秒5公尺嗎 向東 向東 5公尺 剛剛要忘給各位看了 剛剛要忘給各位看了 驗光 驗光 驗光就是 DT DS 5秒鐘 開始時間 開始時間 解那個東西 我這裡為什麼用1-0啊 他不問我5秒嗎 因為反正都等速度啊 怎麼算答案都會 一樣啊 反正你怎麼答案都一樣啊 所以呢 每秒4公尺 那如果不是等速度 你就不能這樣做 他問你 基本上就要用這幾秒做 他如果不是等速度 你就不可以這樣子弄 因為他現在等速度 所以他可以這樣做 OK 那 同樣的續翔呢 一樣嘛 一樣 一樣 一樣這樣做 就是花多少時間 走多少距離 就算出來了 OK 好 這個是要倒過來 假如我維持不變 20秒的時候 驗光離多遠 20秒的時候 驗光離出發點有多遠 Number 12 達 parent 1 2fold 兩歲 Princeton 4 2 4 5 甚麼 4 這需要那麼麻煩,前面贏到數你算出來答案結成就好了 答案,答案 80,你做 煙光每秒4公尺,走20秒走80公尺 注意喔 這個不是答案喔 80不是答案喔 80是位移喔 問你在哪裡是位置喔 這兩個意思不一樣喔 位置1 位置5 位置4 你算算的是4,不是5喔 所以你要從出發點算 出發點1 位移4 1加4到5 所以你要寫個0加80 為什麼?因為出發點在0啊 然後位移80啊 所以叫80 所以你第一個算出來答案 不是你要的喔 因為有的題目是問的位移 有的題目問的是位置 位跟位置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你要看人家問什麼 你要看人家問什麼 好 我們就要這樣子 OK 好 那旭翔離出發點有多遠呢? 一樣嘛 做法基本上是一樣的 並沒有什麼特別 我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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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號 9號 謝謝 多遠 一千 一千 一千啦 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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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一百 不知道 一百 請坐 跳掉了 好,來 一樣啦 去強的是5 所以走20秒100 但是也要做一個0加100 因為從0出發 剛才講位置跟位移的不一樣 這樣做 OK 這就是很簡單的小小的練習 讓你去算所謂的平均速度 讓你去算位移有多大 位置在哪裡 很簡單的計算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02 OK